遠望的是石屋 下面是大浪灣 深礦神移 這個是打交的地方 見到景色後所有辛苦都不記得 我們試跑完以後多麼感性 試跑完以後那條粗仔 真的沒得比 大家好 很快又過了一個星期了 又是這個Arm Channel成Wildo 1的時段 我是Peter 今天來到這個 小西灣運動場 大家一定奇怪 為何只有我一個呢 試跑完1號去哪裏呢 大家之前有看我們節目都知道 他也很辛苦 每個星期下場 被他休息一下 一會兒跪下了 沒有人幫我做節目 還有跑步的東西 又不用惹惹 一定要到運動場 跑到出血的 都可以輕鬆鬆的 其實今天這個是新環節 今天這個環節 就不是什麼跑會那麼厲害 先介紹我的新拍檔 以及正式登場的 試跑完2號 Hello 大家好 我是試跑完2號 Gabriel 試跑完2號 Gabriel 由樣子到身材 都完勝這個 因為他是大頭菜 對不對 好像這樣的大頭菜 一閘閘都辣到死 又白又白 可能也是 最重要是有彈性 這個什麼節目呢 這個節目就名為 跑完吃什麼好 你有沒有發覺 很多跑步勁人 你問他為什麼喜歡跑步呢 每個人都說 我不喜歡跑步 我最喜歡喝喝吃吃的 我也是 你也是 不跑怎麼可以吃呢 所以就是找你 這個節目是什麼 我們每一集 跟大家跑步 下山 輕鬆一點 之後呢 就帶大家吃好東西 好喔 我知道你對吃的很有要求 我們跑完後 他會帶我們去吃好東西 想知道今天跑哪裏 和吃什麼好東西 跟著來 為什麼我不是試吃完1號 試吃完說出來不型 試跑完2號 跑步節目 當然要跑步 沒有問題 Peter 我們跑哪裏 這條路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挺正的 用來郊遊 可以練習都可以 這條路線呢 就是由這個 小西灣運動場 跟著我們就向這個 南灣半律方向 跟著上龍躍徑 跟著再上 布甸大山 跟著呢 就落大浪灣 再上這個廣島徑 跟著一個圈 就回到這裏 全程不多 是 風景漂亮 好 我們出發了 出了運動場 從右手邊 就沿著這個 南灣半島的海濱公園 一直跑 沿著這個海濱公園 一直跑 沿著這個海濱公園 一直跑下去 這裏的風景都不錯 黃昏跑 或者神跑 都不錯 來到尾 就會有一個公園 轉入公園 這裡 就看到一條樓梯 就可以上去 這裏 可以上去 可以上去 不然慢慢上去 可以的 不太長 上來很久 有個分岔路 都是說龍躍徑 其實兩邊是一樣的 沒什麼所謂 我們就上這邊 上來 就是將一條 石屎斜路 這條斜路 應該大概1K 如果你是勁人 你可以坐進去 或者慢慢走都可以 哇 夏天三十多度 有師兄來這裡 練龍躍徑 師兄好 又踩到頂 我們再轉左邊 有個茶水亭 可以在這裏倒水喝 大熱水 聽說是大熱水 聽說是大熱水 他們很細心 有杯子給你的 Gabriel想喝水先吧 對 量身 可以嗎 你那邊喝過熱茶 不是喝啤酒嗎 打完再喝 喝完茶 休息一會 我們繼續上樓梯 這個樓梯就是上 布丁炸山 哇 今天天氣好得不得了 哇 浪費了 幸好去到一半度 都會有些笑音 都OK 華視拍完二號忍不住 要收腹機了 好 轉眼間已經上到頂了 應該過了今天最辛苦的部分 Gabriel我們玩了多少時間 遊戲在這裏 三十一分鐘左右 現在多高 大概上了二百米 現在走一些舒服些 的笑音 在這裏 大家喜歡 慢作也可以 交遊一下 輕鬆一下 我們向大樓梯方向 往前走很久 便會來到這個 必經的打卡位 有多漂亮呢 我們來看看 遠望那個 就是石澳 下面就是大樓灣 心礦神儀 這裏確是打架的地方 看到景色之後 所有辛苦都忘記了 我們試拍完二號 很感性 試拍完二號那裏 出口仔 沒得比 好 接著來到這裏 就會有一個分岔口 我們去大樓灣方向 就是轉右 這裏 都適合萬作 黃昏離 就更加舒服 黃昏離 可以看日落 如果黃昏離看有落 當然不是跟你來 當然是跟女兒來 傻仔 這個分岔口 左邊 都可以去大樓灣 右邊 都可以去大樓灣 但是呢 就要走多 一公里多些 經歷 趕到景色 回到大樓灣 那我們這次 就會由左邊去 為什麼要由這邊去呢 因為 遠一點 刺跑完二號 個人特別溫馨 下降低一點 就是大樓灣 陽光魚海灘 一定是一轉 我轉眼間 已經來到大樓灣 嘩 看多漂亮 現在用了多少時間 過到大樓灣 用了53分鐘 OK啦 我們去拍攝 走一下 走一下 差不多了 大概走了3.8公里 還有這條路線 其中有一個好 就是大樓灣 可以補給 喝汽水 或者吃一串魚蛋 然後呢 我們來到這裏 就下去 廣島徑 廣島徑 廣島徑這個標誌 一直走下去 就是 經過這些村屋 就開始上廣島徑了 試跑完二號 聽說 你除了跑步 還有跑山 還有做健身 就不做 好像試跑完一號 都會跟你學做健身 對呀 聽說你們是互相迫害的 對呀 因為我跑山 不夠力 所以 通常跑山 練山 都是迫害我 對呀 他又混蛋 很囂張的嘛 所以做健身 我到最後迫害他 所以他常常 在小鯊 我做健身 就笑鯊 對呀 你做健身 當時笑鯊 要盡情踩他 好 示範完一號 記得看這片片 哈哈 這條林路 去到尾 就有上來這條小路 那我就會轉右 我們就會回到小西灣 大家記得嗎 我們剛才是從這裏下來的呢 不錯 我們現在就從這裏 回上去 我們就回到這裏 好啊 記得這條樓梯嗎 大家 我們現在回到這裏 回去吧 耶 好好啊 喝啤酒啊 沒錯 接著帶大家的食口篩 衝個涼和件衣服 喂 步步跑完了 吃什麼好東西 第一集 選擇最代表香港的食物 最代表香港的食物 今時今日的香港 我覺得 除了屎之外 叉燒 就是叉燒的冰果 今天帶你來 就是柴灣 就是後面這一間 沒有人聽過的新桂香 喂 新桂香我聽過 聽說是全香港最好吃的叉燒 我也覺得是全香港最好吃的叉燒 這麼緊要 他是不是有什麼八年歷史 八年老舖 這些東西呢 好像我上網看 不知道是否正解 他說 超過五十年 以前叫做桂香 老闆就給了一個伙計 之後 那些伙計就由校舖 搬到這間店 然後改了叫做新桂香 其實真的很餓 不要說那麼多話 事不宜遲 過去買一吃 哇 真是焦邊 第一刀的東西是怎樣打呢 一塊梅桃裡面 第一刀滾了之後 爽中帶淋 臨中帶瘦 不會太肥 但是又滑 這個祖師爺說 OK 打完步 當然要喝點啤酒 這麼熱 好 喂 說說這個新桂香的叉燒 先師傅說到 有肥叉 還有瘦叉 也有半肥手 我們就選了半肥手 他們會說 叫做三顆叉燒 一顆、兩顆、三顆 肥和瘦都均勻 不要擦肥 又不要擦手 就是要有三顆的 是啊 而且我聽說 適合吃燒叉 就是這些位置 是 燒叉就是 他們塗了麥芽糖 再用炭燒 燒完之後 又會有燒叉 才會吃到麥芽糖 我所知 坊間 不是那麼多 燒叉燒 是用麥芽糖 對 而且很少會用炭火 炭來燒 還有半肥瘦 那位置 真的是 肥肉 還有瘦肉 還有肥肉 真的做到半肥瘦 不要說那麼多 先試一下 嘩 好吃 真的吃到那個 不過 它是全國的 是不燒的 是 而且坊間 有很多 五星級酒店 都是標普 很美的炭燒 是很濃的 但我個人 不是很喜歡 他們主要 都是用西班牙 我覺得是偏肥的 我覺得失去了香港的 因為他們 是用新鮮的門口 不會說 好像 只吃到叉燒醬的味 你會看到 真的有豬肉 我最怕是吃那些 很濃的叉燒醬味 只能蓋上豬肉味 那一隻叉燒最快 是 但這個是 它舊舊都做到肥肉 而且受了均稱 看不見到 它舊舊舊很厚 也是很平貴 對 那師傅的刀工都很厲害 全部都 差不多一個厚度 而且 其實它的叉燒 其實是偏貴的 我們這次買 是買 價錢是 一斤是 2808 但其實 它是因為用新鮮的門口 每天都是新鮮買的 其實它 價錢來說 其實不是很貴 是新鮮豬肉 它的魚豬 真的 我不懂 我只看它的樣子 我已經覺得它很脆 其實春桂香出名叉燒 另外我們會選魚豬 我覺得魚豬好吃的原因 是 它的皮是脆 而且不會太肥 你見到它 它肥的部分是很脆 但它的皮是很脆 嘗嘗嘗嘗嘗 一定要點 它的魚豬醬 大家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聽到 我咬魚豬的聲音 是脆的 而且 它脆的 不是 現在喝完的魚豬 只會被皮 是硬的 而且它的骨 是好吃的 肉是很多的 肥肉不是很脆 但是 又脆 除了叉燒之外 我會推薦 就是魚豬 如果我喜歡吃魚豬 我第一塊是不會煎過 在這裡 我想 感覺一下它 很原本 豬味 而且 肥肉 配合皮 又很脆 而且 我發現魚豬的皮 是起沙的 即是 你看過有些魚豬的皮 是乾滑的 嗯 但是它這些 起了沙面 它們燒的時候 是用一個類似鮑魚拆動 來散開它 散開它 那顆粒 那個目的 會令它更脆 是啊 然後 燒排骨 我覺得它排骨做得不錯 因為它會切給你 而且它的骨肉是分離 大家看看 它真的骨肉分離 有些人不像叉燒 怕皮 就是排骨 因為它的排骨 都是門口 底的骨 所以看到它 都會有焦邊 我覺得和叉燒 又有風味 對 叉燒的事情 是 豐富一點 嗯 如果怕肥的人 我覺得它是適合的 所以它會偏瘦一點 又有帶骨 所以有 有時候 我覺得不喜歡吃叉燒 我還說是排骨 而且你要吃的時候 要蘸它的醬 這個醬汁 它燒出來的 剩下的那種味道 真是一流一絕 看到這裏 我強烈建議大家 一定要追看我們 這個新環節 炒完食物好 我們先介紹給你們的跑步道 會很辛苦 像今集一樣 炒完這個龍浴徑達農灣 可以回去運營 出個量 今天走 大概5分鐘 10分鐘過來 吃個新貴香叉燒 有些大啤 有朋友在這裏 鯉燒一下 很爽 你兩個人那隻就爽 老闆 我還跑到很狠 真的 想不到平 大哥 你上手的鴨也比你好看 大了 我還要跑20多個圈 這隻也有跑的 不同功能 你跑得 他可以看 不然 不用跑 沒有人跑 我想大啤 我有大啤 小小炸可以 魚豬 大吉 大吉 有酒飲有食物,就不見了 本來已經沒有粗口,很軟 哪個蛋一出現又會爆粗 乾杯 試跑完一二二同場出現 不是一集,是今集才是 乾杯 下次再看大家去哪裏跑步 還有吃什麼好東西 記得繼續收看下一次 考完吃什麼好 請知道這個頻道有什麼看 又或者上次適合的頻道和我們 有什麼搞的呢 記得留言 記得留言 記得訂閱 不喜歡這個頻道的朋友 記得 如果不喜歡 說什麼 說什麼